欢迎各位议友全面进场 8月25日礼拜五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在今天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宣布 乌克兰军事情报单位和乌克兰海军 在昨晚发动了一场特别联合行动 多个军事小组成功登陆克里米亚半岛 并且在半岛上重新升起了乌克兰国旗 以庆祝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纪念日 第二单消息 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揭露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援助种类和数量 是远远超出外界所知 其中包括了有向俄罗斯提供直升机 无人机和国防工业所用到的关键金属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乌军登陆克里米亚的情况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今天发表声明指出 昨晚乌克兰特总部队成功在克里米亚半岛西部的 奥列尼夫卡阵和马亚克阵附近的海岸 声明特别强调乌克兰国旗再次在克里米亚半岛飘扬 以慶祝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纪念日 但这份声明并未有具体说明 究竟今次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也没有说到这次乌军升旗的地点或其他更进一步的细节 我认为不说比说好 因为这次很明显是一个特杂 他也有告诉你在哪里登陆已经够了 不用说这么多 再说多些豈不是走漏风声 有需要的时候又再偷杂 我相信这次参与特别任务的乌军人员 未必会在克里米亚驻守 始终现在克里米亚还是俄占的地方 乌军这次相信的参与人员不会很多 在人丁单薄的情况下 就比较难建立到一个阵地 做长期的对抗 因为会被人围攻 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又再突杂 所以不要说这么多给俄罗斯听就对了 另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趁着乌克兰独立日 发表了一场重要的讲话 来到去声援乌克兰的 要点就有三项 第一 土耳其坚持 克里米亚半岛是属于乌克兰的 第二 土耳其认为俄罗斯必须要释放 囚禁在克里米亚的塔弹族领导人 第三 就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是必须得到尊重的 那就很清晰了 土耳其也表了台 其实 现在普京做些什么的朋友呢 是不是 有的 是不是那个有而无上限 充其量加上伊朗 朝鲜 就是这么多 其实南非就不是 如果是 人家就无任欢迎他去 谁会说 他一落机就会把他逮捕 才行 如果是这样搞 就有好 極有限 接着我们再跟进 普利格津 那架飞机失事的情况 是怎样 华格纳集团 原来就是非常之不服气的 想发起报复行动的 据每日快报的报道所说 华格纳集团相关的七里围任账号 已经提出了警告 扬言 哪一个谋害普利格津 将会付出代价 华格纳集团表示 他们是不会忍受普利格津 这样不明不白死了 他们承诺 是要寻求报复 他们还说 若然普利格津的死亡消息 是得到了证实的话 他们将会 在莫斯科组织第二次的正义行军 即是二次叛变 他们还说 最好普利格津仍然活着 这样就会对当政者较为有利 即是提出了一个叛变的威胁 其实有一帮人对于普利格津是很忠心的 包括在网上被哭苦哭忽的也有 线下在圣彼得保华格纳集团总部门外 献花一路献花一路哭的也有 很忠诚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帮人 现在他们对普京恨之入骨 另一个跟华金纳集团相关的 Telegram频道叫灰色地带 就发表了一篇声明 他们就指控 今次普利格津所乘搭的飞机 是在莫斯科尔北的特维尔州 被俄军的防空部队击落 他们还称赞 华格纳集团领袖 俄罗斯的英雄 祖国真正的爱国者普利格津 是因为普京的行动 而不幸丧生的 他们就说被俄军的防空部队射了下来 但是美国的情报就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一会儿看看美国的想法是怎么样 好了 在昨天 华格纳似乎有些动静 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所说 昨天 有一定数量的华格纳士兵 从白俄罗斯外流 他们去了哪里呢 有部分就是去了圣彼得堡 走去调现这个 普利格津 好了 报道还说 乌克兰边防局预测 在俄罗斯传出普利格津 逝世的消息以后 局势有可能是恶化的 因为他们注意得到 在白俄罗斯的华格纳士兵数量正在减少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 只不过 就不会对乌克兰构成重大的威胁 因为现在华格纳都不是当了乌克兰是头盗敌人 当了普京在 现在 在白俄附近的 扎尔村 华格纳士兵的营地正在拆除当中 卫星图像是证实到这一点 在他们离开白俄罗斯的过程里面 白俄是有试图阻拦 阻拦一点阻拦不了一点 因为他现在其实不是说这一刻就发动兵变 他只不过回流回去俄罗斯的境内 始终现在就差一个领导型的人物出来领军 现在普利格纳又死了 乌特金又死了 那些军头 或者处理非洲业务的单位负责人都死了 你要有一个人出来领头才行 这个人都没有 你只得个Telegram在发声明 那就变成散兵游泳 如果他要干一番事业 你最起码有一个领头人 否则这样搞不到 另外 俄罗斯的游击队 俄罗斯自由军团 就向华格纳那些战士招手 就叫他们 如果你是不托普京的 就加入这个自由军团 在网上做了宣传 Twitter上很容易找到这个片段 好了 我们又看看 到底美国的想法是怎样 究竟那架飞机是怎样聚毁下来的呢 原来 美国情报部门的初步评估认为 普利格纳的聚机 的原因 就是由蓄意爆炸造成的 極有可能 这个普利格纳就是被襲击的目标 而今次的爆炸 符合普京过往长期以来 试图让其批评者禁声的做法 这个情报部门的官员就要求匿名了 好了 他也没有提供到究竟是什么造成爆炸 也没有再交代什么细节 反正 目前所得知的信息就是 就是说 这一架飞机 并非说由那些什么地对空导弹击落的 而在昨天 这个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 国防部发言人来得准将也都有说到 美方的评估认为 媒体报道说 这一架飞机是由导弹击落的消息 并不准确 因为没有迹象显示 当时有一枚地对空导弹 我就信他了 因为美国的情报是最全面的 你哪一个位置有份发射这些东西 全部进入情报网络里面 没有走鸡 如果是射他下来的 应该会知道的 老实说 如果要堆垮普利格津 有什么 大把方式 比如说现在 是由爆炸造成的 即是有可能 上飞机之前 已经有些特工 安装好炸弹 定时的 他整群华格纳的高层蒙水 水坐了上去 没人知道 那一声就出事了 其实以往是试过 曾经有空难 是由炸弹造成的爆炸 而导致的 一般如果是由炸弹造成的爆炸 飞机的残验 其实就是会 散落的范围 是比较广的 因为他不是由 跌落地下那一刻才爆 他在那个上空已经爆了 的时候 照计那架飞机 其实就会在空中 已经解一体 所以 那些碎片 故此 分布范围 是会很广 不会说 集中在一点 另外 就是说 有部分的飞机残验 它应该 就是会保存得比较好的 因为它炸就是一点 你都在空中解体了 跌落地的时候 其实未必是会引起火警 这个就是爆炸造成的空难 通常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现在是不是呢 那就要 美国再公布才知道 反正现在 美国国防部说 没有迹象显示 是由地对空导弹击落的 那我就相信了 美国的情报都不相信 哪个情报才行 除非他特意骗人 但是其实骗人也没用的 很明显就是 那架飞机 总之就是 墜毁了 你背后是谁做的 谁人都说是普京 有些人说不是的 有些人说 做戏到现在 仍然有人这样说 那你就说 不要紧的 还做什么戏才行 人都死了 老实说 如果他还要 依仗着普利格津 来对他打仗 弄死他 或者你做这场戏 目的是什么 有些人说 他死了就方便做事 根本上都已经说到 没什么好说 硬硬都要作阴谋论出来 喂 死了有什么方便做事 不死他就说 去领军打仗 死了方便什么做事 如果后来又被人看到他 在那里出现 又说 当他回生涯复活 你以为是搞宗教吗 所以找来说 死了就死了 是不是 死了又怎样 这些人迟早都死了 由他去揭竿起义那一刻 理论上是要预死的 你没有牺牲的 准备去搞什么起义 喂 不是一定成功的 失败的代监就是死亡 所以他要想清楚才搞的 那他已经是一日行军三百公里 杀到莫斯科外围了 那他才说不搞 那就是 迟早死了 是不是 你还想着可以和普京和平共处 这么白痴 齿板名夫都说他是低估了普京 普京就是最恨人背叛他的 当然有些人说 他走去打莫斯科都未必赢 这些完全就是废话 喂 谁告诉你他公道日 莫斯科一定会赢 未必的 喂 没有人会保证得到你搞起义 搞兵变一定会赢的嘛 一定会赢才搞 没有人搞 那致弊就是说 你搞到半路钟头不搞就一定会输 那一刻是傻子嘛 你不如一早不要搞 是不是 你回家睡觉吧 搞什么起义 揭竿起义搞到一半不搞 雷街坊 现在还要含包散 那做什么 这些是抵骂啊 因为他是白痴啊 他死于傻子啊 这个人是 原来他搞兵变是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的 还要告诉别人 他不是为了推翻普京的 他为了所谓的清君側 要这个邵姨谷下台 清什么君側 清君側是一个借口 清君側到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清君 自己坐正 清君側 清你死人头 所以这个人不用可怜 他 傻子 好了 我们看看 国际社会 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就说 普京失宠的前亲信 在企图兵变两个月以后 突然之间跟天上边跌下来 全世界的目光 立即就投向了克里姆林公 这个绝非是巧合来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这种模式的存在 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 那些什么死亡 可疑的自杀 或者是从窗户堕楼等等 这些东西最终都没有办法解释 就是他争取未开名 普京其实暗示了 等同于开名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就说 乌克兰和这件事是绝对无关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是谁做的了 老实说 我就认为 乌克兰的嫌疑是很低的 但是大陆有些的报道 就猛地在那里 就说是乌克兰做的 乌克兰还走去惹这个华格纳 你走去堆垃了那个 兵变失败者 你就真是刺激到 那些华格纳的 所谓的战士 又走回去 乌克兰那里 根本都不用动 坐山观虎斗 普京肯定是忍不住的 明知你忍不住 不用乌克兰出手 你现在就把他弄下来 最重要是 华格纳的人怎么相信 因为华格纳是普京做的 那就足够了 所以有什么阴谋论 小粉红 浪费气 你并不是 最重要是 那群慈分者 怎么想 那群华格纳的 所谓战士 怎么想 那 当然 在大陆 我也观察到 有些网民都嘲笑 这些言论 那些暴动 那些暴动 是乌克兰有嫌疑 那样 是啊 有嫌疑 不如说外星人 那样 好了 那跟着呢 我们又看看普京 昨天 是一个悲剧 而根据第一手的资料 就说 出示飞机上 是有华格纳的员工 他就说 这班人 为了 反对基附政权 作出重大的贡献 整个俄罗斯的人 都知道这一点 并且永远 不会忘记 普京又专专益述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他和华格纳创办人 普利格津相识 他就说普利格津 是一个命运坑坑的人 一生中犯过严重的错误 但是他为自己 取得了所需的成果 那当要求他 为共同的事业 来到去做事的时候 他也是有照做的 就好像在他生命 最后那几个月里面那样 普利格津是一个 才华阳逸的商人 不仅在俄罗斯 在非洲也取得了成功 普利格津在非洲 从事石油 天然气 贵金属 和保石的开彩 普利格津在之前的一天 才从非洲回国 并且在俄罗斯也有 回见了一些官员 他就说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要看调查人员 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正在进行调查 还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普京真是 肉酸到不得了 全世界已经认定了 你是否呢 你就说自己不是 全世界都认为你是 你就弄死了普利格津 而且还在说你 怎样和他 相知相交 赞别人 那样 那样 其实真是很噁心 但是又很符合普京 以往的行为模式 他就是这样的人 做完之后又不认 还要说 扮得好像很关心你 那样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 那篇的调查报导 是怎样说的 报导就说 自从去年二月 俄罗斯徽军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的企业 就是收到了来自中国 一千上万批次的物资 包括了什么东西呢 中国一家无人机生产商 在俄乌战争之前的一个礼拜 就向俄罗斯出口了 一千套 军民两用的无人机系统 这些无人机 就送给一家叫做 Samson的俄罗斯公司 这家公司 就自称为一家 儿童玩具批发商 但是 这一家公司 就好像其他 很多从事军民两用商品 进口业务的俄罗斯公司一样 都是空壳公司来的 因为登记在公司名下的资产 就只有一万劳报而已 即是开了很多这些空壳公司 专门就从中国输入一些 军民两用的产品 最终去了军用 与此同时 全球摩尔法机构 引述中国贸易数据查询平台的资料 就指出 中国汕头红酷素料有限公司 在去年也是向俄罗斯提供了 至少一千架的无人机 所以就对到 这个数字是一千一千 这些就是所谓军民浪用的无人机 俄乌战争爆发四天以后 烟台的999空中救护有限公司 就向俄罗斯 运送了两架直升机 天津的另一间飞行公司 就向俄罗斯转移了两架空客生产的直升机 俄罗斯方面的接收方是什么呢 就是乌拉尔直升机公司 这间公司的主要客户 就是俄罗斯国民警卫队 有些队员被部署在这个战场前线 指挥官就是长期担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贴身保镖 即是根本上均文两用 实际上很可能就去了均用 好了 自从去年至今年的第一季度 大陆公司还向五十多间俄罗斯企业 出售了一些光学瞄准的器具 而中国移乌移结光学仪器公司 出口的光学瞄准器具 就最多的高达两千五百套 就是那些什么夜市镜之类的东西 好了另外 中国为了躲避制裁 又通过印度和哥斯达尼加等国家 向俄罗斯转运出口的涡轮喷气发动机 和雷达导弹导航系统 从贸易数据也可以看到 俄罗斯从大陆进口的关键金属急剧增加 这些金属对于生产武器装备是至关重要 在去年大陆就向俄罗斯出口 价值一千八百万美元的钛合金产品 可以用于製造武器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比二一年的时候就翻倍 重量轻而且又抗热的钛合金 就是製造军机和军事装备的关键材料 有大陆公司又向陶波列夫公司出口了特殊美合金 陶波列夫公司是专门制造和维修远程的战略轰炸机 这些轰炸机经常被用于向乌克兰发射巡航导弹 有什么呢?有陶95、陶160M 俄罗斯生产装甲运车的公司 亦接收了来自中国最少520个批次的货品 故此这篇报道就说 其实大陆对于俄罗斯的援助 就远远超越了外界的想像 不过西方国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直接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致命性武器 就是说美国和欧洲的底线很简单 就是你如果直接提供一些战机 提供一些弹药 那就不行 就是你以为是整件完整的制品 就肯定触碰到别人的底线 但如果你说这样又拆件 又不知又均民两用 然后又提供什么关键金属 那我相信其实这些东西 美国政府全部都知道 没可能不知道 你说他不知道我都不相信 但是他知还知 由于这些不算是所谓致命的武器 所以美国就没有出手 但我相信美国也不会就这样算 现在就全部都记录出来 迟些怎样计算 这些就美国自己会决定 而俄罗斯其实也是不满足于此 提供什么东西的军民两用 又关键金属 俄罗斯不是想要这些东西 俄罗斯是想要直接下水 提供军事装备 他不是想要问朝鲜拿什么东西 他想要问大陆拿 如果直接提供 俄罗斯最想就是做这些东西 但是大陆到现在都未肯 如果你说要整件运过去 不肯 因为这个不单止是老美的底线 是欧洲都不肯 因为这样做就会得罪了欧洲 跟欧洲的关系进一步疏远 现在跟美国都已经抹面了 如果再跟欧洲都抹面的时候 那就很大劲了 就算你说在外交上 怎样都好 你起码现在还在做贸易 还在做经济层面的东西 所以大陆其实都会投鼠忌器 他不愿意去超越这条底线 而俄罗斯呢 是不满意的 这是很明显的 大家看到的这么多次 都是由俄罗斯方面 第一个提出来的爆料 什么都是俄罗斯手法的 那些资料 大陆自己都不愿意去提 但是怎么也好 其实大陆帮也好 不帮也好 或者帮到一个什么程度 俄罗斯在现在这一刻 都没可能打得赢乌克兰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